现场面对面生活广角进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养生新主厨 为我们介绍好吃的东西呢 是陈德馨先生三届烹饪冠军 我想呢这个刚才讲过了 在我们节目最后一段呢 我们要开放call in 要送给观众朋友呢 很棒的食谱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不能一一的介绍啊 但是呢这个食谱里面有很多 比方说红葱头酱 XO酱待会我们要介绍 自制美味酸菜南瓜鱼片汤 美味坚果小鱼干养生手卷 还有泡菜米粉鱼虾香番茄 鸳鸯泡菜酪梨育荷包 白贝木耳浓汁水炒杏鲍菇 红豆冻这还有甜点呢 好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进来 这个全部送给你 电话是281498-0109 好我们线上有一个观众朋友了 好看看您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也可以问 如果说没有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送给您这个食谱 好观众朋友您好 你好 是一位小姐 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陈先生吗 我想问一下 那个小鱼干啊 不到一寸大的 是不是每个超市都有卖 还是中国超市有卖 那阳光这有 他就说了 就是在卖鱼 就是这个鱼鱼 是不是小鱼鱼啊 是不是小鱼鱼 应该是小鱼鱼 OK 原则上呢 我们这个节目是不做宣传的 但是这个问题问到了 不讲也不行 就是这个阳光有卖 这个不到一寸的小鱼鱼 非常谢谢您小姐 我们想送 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能给我这个菜吗 这个菜怎么样 当然会 我想要这个 要要要 会给你会给你 那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和贵姓 贵姓好吗 好的 贵姓 贵姓 姓陶 陶小姐 那电话号码后面是吗 3159 3159 OK 你明天呢 在上班时间 可以到美男新闻来领取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陶小姐 收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呢 我们仍然欢迎其他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还有电话 我们再接进来 观众朋友您好 你好 小姐你需要这个食谱吗 对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太好了 那您对这个刚才做的这些菜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 你可以给陈先生什么建议 我们都非常欢迎 我想那个水煮下 如果等一下有机会的话 可不可以请他再go over一下 那个水煮下 因为我每次下都做的不好 你每次都做的不好 表示你做过 这个做的不好 就是我想他请他再summer一下 好不好 OK 我跟你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实在是不能重复 但是没关系 这个食谱里面会有 那私底下呢 私底下呢 我们也可以 您再打电话进来 也可以好不好 小姐您贵姓 我姓陈 陈小姐您的电话号码后面是码给我好吗 2660 2660 好谢谢陈小姐 好我们要继续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够 我们一定要赶快讲的这个 我觉得非常棒的这个 XO降 这个XO呢 我必须解释一下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它跟这个酒有关 XO的酒有关 后来呢 研究之下呢 好像是没什么关系啊 那个XO呢 这是这个法国白南地啊 它的干液呢 一定要超过40年的90呢 才可以称为XO 所以呢这个XO呢 其实它是一个豪华顶级的这个调味酱啊 所以观众朋友 它的用途非常的多 而且很好吃啊 你把它学起来 可以说是万用XO降 好 我们请我们的新主厨 就开始给我们介绍XO降 这个XO降简直太棒了 太棒了 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太棒了 它可以调可以拌面 你可以烧菜 拌面拌饭做菜 烧菜烧任何菜都可以 对对对 特别好吃 比如说红烧豆腐 你放一个两汤匙的XO降 或者一汤匙在里面 让它去炖一下 哇那个味道特别棒 炒青菜也是一样 你放一点点XO降 那味道就好 我们的新主厨 你可不可以稍微等一下 因为导播已经告诉我们的电话线 已经全满 我想我们先满足观众的需要 好 麻烦您 观众朋友您好 您好 是您 这位小姐 你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想要食谱 好没问题 请问你贵姓 我姓姚 姚小姐 您给我电话号码 后面是吗 1946 好谢谢 你可以拿到 我们的电话全满 我们再接听一通电话 好观众朋友您好 你好 小姐又是一位小姐 你看做菜都是小姐 小姐你贵姓 我姓陈 又是陈小姐 对 你有问题吗 对不起 我想要食谱 你想要食谱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如果说看了食谱有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私下打电话 请教陈先生 我想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食谱上倒是没写他的电话了 可是因为他有网站 你可以到他的网站去 当然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请陈先生公布他的私密电话 如果观众朋友愿意的话 可不可以 对 可以 陈小姐您电话号码后面是吗 5817 5817 谢谢 我们现在是 还有电话的话 麻烦请接进来 哈喽 观众朋友您好 你好 小姐您贵姓 口天吴 吴小姐 谢谢 请您先给我电话号码 我怕待会忘了问 电话号码几号 5137 5137对不对 是 您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要食谱的 就是要食谱而已 谢谢 OK好 谢谢您 好我们赶快讲一下XO酱 对对对 你们时间很紧凑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我们今天预备讲的 我们今天预备讲的 还有这个香烤花生 咖喱麦片 哇好像已经讲不到了 没关系 我们先讲XO酱 尽量简短的讲 好 XO酱主要的是有四种 我选用了四种材料 而且选的都是好材料 好 第一个是那个干的干贝 干贝 就是瑶柱干贝 对对就像这种干贝 好观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 要买这个大的干贝 好 那小的也OK了 小的也OK 我买回来以后 我就泡酒 好 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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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电锅去蒸 要蒸两次 干贝放泡酒 用电锅蒸两次 蒸两次才会熟 才会熟才会软 好 第二个材料是虾米 好 虾仁 这干虾仁 开羊 小的啦 然后用搅一搅 那也是同样 买回来也是泡酒 泡酒 要不要蒸 然后就跟那个干贝 就放在干贝上面一起蒸 一起蒸 一起蒸 OK 把它蒸熟 第三样就是小鱼干 就是我们刚刚做好的 对对对对 刚才做的小鱼干 小鱼干 但你用做好的也可以 是 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 就经过那个汆烫 用姜水汆烫 OK 我的材料都是选一碗 一碗的干贝 一碗的虾米 它的比例就是 一碗的小鱼干 好的 另外还有培根 培根 通常他们用那个hand 有的用火腿 有中式的火腿 那我就把它选成培根 培根买回来 就买一包 然后回来就把它煎黄 OK 煎黄了以后 有点酥酥 黄黄的 然后等等我就 要一起打碎 OK 就这四种材料 打碎 那我就现在先 特别介绍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我就先示范一下 比如说这个干贝 通常我们用手去剥 要剥半天 要剥一个把钟头 要剥很久 那这个机器特别好用 我就把它倒进去 OK 倒进去 那那个虾米也是一样 还有普通的那个 这个不是用电的 还有普通的那个蒜跟姜 也是一样 大概拉个 我看20下 这个也是运动 真的这个好稀奇 我们家里都是用电的 你看这个打得好碎 太棒了 太棒了 然后这个工具才很需要 这个机器 这边就用纸巾去擦 不要洗 不要洗 洗的话就怕水分 倒在绳子里面 将来你里面怕发霉 记得要用擦干净 你看打得多漂亮 对对对 而且很快就打好了 对对 像虾米还有那个姜蒜 都是这样打 OK 这个完了以后 我讲那个先讲一下那个调味料 是 调味料有12种 12到13种 调味的12种到13种 我想可能要速度快一点 不能讲不完 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两汤匙 OK 因为葡萄籽油可以加热 对 然后大蒜 蒜 蒜 整个 OK 还有姜 姜 姜大概一小块 好 一小块 一小块也是放到机器里面 也要打 打碎 还有豆瓣酱 豆瓣酱不是辣的 都可以 你用辣的也可以 你不用辣的等等 就加那个小红椒 那个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 我想 还有料酒 料酒 半碗 料酒半碗 还有醋半碗 OK 还有砂糖 一茶匙 糖 再来 生抽 三汤匙 生抽 就是没有色素的酱油 生抽一汤匙 还有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半茶匙 半茶匙 小辣椒两个 小辣椒 还有麻油一碗 麻油一碗 橄榄油一碗 OK 一整碗 还有红葱头酱 红葱头酱 这个很重要 因为照理说应该要先讲红葱头酱怎么做 OK 没关系 我们知道了 然后就把先起一个两汤匙的葡萄籽油放进去 大蒜的姜 先把它爆香 还有豆瓣酱爆香以后 反正把这所有的调味料都放进去 然后把这打好的这几样四样 通通倒进去 就去炒 炒完了以后 大概要十多分钟吧 然后把整碗的起锅之前 把那橄榄油 橄榄油倒进去 到最后放 最后放 因为橄榄油不能加热 这个里面有橄榄油 有橄榄油和葡萄籽油都有 那当然它的用法就是因为葡萄籽油可以耐高温 橄榄油不能耐高温 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讲的有点匆忙 但是绝对值得您一试 其实这个XO酱 它的最主要就是它的咸鲜辣甜 当然最重要就是香了 所以你做一罐的话 非常值得 如果说您要这个做法详细的做法 我们这个养生食谱里面都有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说还有好多 你看 OK 好 现在我们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我想请我们养生达人 陈德鲜先生 养生新主厨 给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总结 你觉得你做这些东西 要分享大家你的心得是什么 你希望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各位观众朋友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勤快 要勤快 你不能那么麻烦我就不做了 因为我也是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因为我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 你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 就没事了 就好了 而且吃到你自己的肚子里 身体自然会健康 是 OK 好 今天在感恩节的前两天 我们做这样的节目 最主要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分享美食 最重要就是吃到健康的美食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德鲜先生上我们的节目 提供这样好吃的东西 最重要它是健康的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也谢谢陈德鲜先生 谢谢 对 等一等一等